今天可以說說我的 新門町復古懷舊的主題 我現在也忍不住拿出 我的口袋名單裡面的鴨箱寶了 就是這一家 號稱新門町 最老牌的平價日式料理 有多老牌呢 以前我第一次來這裡吃 還是阿公的朋友 請客的時候特別帶我們來的 我相信不只是我小時候的記憶 也是很多人從小到大的回憶吧 來看一下 來 叫聲 哈囉 妳好 妳好 我認得老闆 但就不知道老闆認不認得我了 老闆好 妳好 妳好 似曾相識 似曾相識嗎 我原來妳前幾天才來過 怎麼被妳發現了 沒有錯 我前幾天才來吃過 今天最油的魚有嗎 有 當然有 我們最招牌的其餘度 還有鮭魚度嗎 對 還有鮭魚度 今天都吃得到 對 那你知道我為什麼要問最油的魚嗎 因為最油的魚 做成魚 是最好吃的 老闆我說對不對 妳真是老饕 太內行了 太內行了 只有內行人才會這樣 問得那我就忍不住來品嘗一下了 就跟著我這個日式料理小老師 一起來品嘗好吃的刺身蜜吧 哼著一出手 變之又沒有 只見主廚刀起刀落 每一片都是驚人的尺寸 這家店在西門町市人銳極的存在 1946年從小灘起家 至今已經是第三代接手 他們家的生育片 可以說是大片天下無敵手 這是妳的生育片 生育片 好豐盛喔 天啊 這身驚嘆真的是發自肺腑 看看這生育片的絲澤 種類還有厚實的程度 真的驚為天人 一心就別再滿頭驚嘆好了 趕快請主廚坐下 陪我們嘗嘗先 這要問老闆了 今天看起來超這麼厚切 這麼大一片 是不是我們來拍特別切這麼厚的 當然沒有 這個我們75年的歷史 從我爺爺那個時代 厚切就是我們的特色 比較好吃嗎 還是說厚切切起來比較漂亮 比較吸引 震撼我的眼球 其實老一輩的人 他們在吃料理的時候 他們喜歡 八嘴 就整個嘴巴提拌拌 對 塞滿滿的 他們覺得這是一種享受 在那個物質不是很豐富的時代 他們覺得這也是一種幸福 這麼豐盛 我都不知道從哪一塊開始吃 老闆我就要問你 一般生魚片 我們怎麼吃才最對 有沒有什麼口訣或秘方 口訣的話 最簡單的 我們就先從顏色淺的開始吃 顏色淺的嗎 因為顏色淺的 相對的它的味道 就會比較清淡一點 對 所以我們從味道 最清淡的開始吃 慢慢的吃像 味道越來越濃郁的生魚片 越來越深色的嗎 所以我現在看到最淺的會是卵絲 所以我應該要先吃卵絲嗎 對 沒錯 好 這一口咬下去 我 看你心點頭如搗蒜 到底口感怎麼樣啊 咖哩咖哩非常爽脆的感覺 一般我們吃卵絲 它可能就直接只有一塊卵絲 但它配上小黃瓜 還有海苔的嚼勁 它更增加一種清脆的口感 對 非常的升級 我覺得這要很驚豔 那接下來呢 黃旗鮪魚就要上場了 先把它蘸一點點芥末在魚體上面 然後再蘸一點醬油 那我這麼大一口 我要一口吃嗎 一口吃下去 一口吃才有發授的感覺嗎 對 差不多有幸福指數 好 幸福指數 幸福來了 一整天的辛苦 大家都又值得了 後切真的是不一樣 因為你整個嘴巴塞滿了 魚的油脂的香味 整個它就是芥末還有醬油 整個讓你嘴巴的層次非常的豐富 非常很好吃 真的會吃了會念念不忘 老店家的誠意果然滿滿滿 而今天上一味魚 就是鮭魚肚的 這個洋蔥絲 可以讓我們吃一隻鮭魚的時候 更加地清爽 因為這個鮭魚非常非常的油花 非常的油潤耶 整個鮮甜的味道 都在口中化開來了 好像棉花一樣 非常好吃 那這個時候如果我們真的能夠 搭配洋蔥絲的話 除了去油解膩之外 那這個味道也多了很多的層次感 沾開加一點 然後我們配上一點點洋蔥絲 再加上醬油 這就是絕對的絕配了 我要再補上一口 明天上一味魚真的很好吃 這一家店不但抓準了 老台北人的胃 也抓住他們的心 你瞧瞧一到中午就作物虛席 就算再忙 老闆對熟客啊 那可真的是熱情 聽到生日快樂歌了嗎 這是老闆送上的服務 謝謝 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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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們照顧一下 好… 老闆可以 謝謝… 這個頭跟那個長輪 好便宜 這幾十幾年糕前 對啊 我這麼快就 新年又去辦公室 好便宜 在這裡平一頂就… 平一頂就好 還有一些價值不同的 這樣的貼心驚喜 難怪讓老客人是一再地回頭 我店的 這個一定會的 三十米 對啊 三十米 差不多八十年 今天就是十一拜 是不是不方便來賺一頓 如果掛到我們小孩 我前家差不多一個禮拜來一次 這裡超幾十年 差不多二十年左右 都在那裡 我輔助油菜太油 很痛 好 我 第一拜 第一拜四十年前 去火車路 對啊 你四十年前就已經這麼多 我今年九十一年 雞皮疙瘩 還有生魚 綜合生魚 我都吃這個比較多 七關了 雞肉 十一歲的阿公都吃了四十幾年了 你說說夠不夠懷舊 這一趟懷舊之旅 真的不是跟大家說說 我自己會這樣旅行 我也做了不少的功課 像我現在在的這一家店 其實創業的時間在一九四六年 而且是從一個路邊小攤 在金門的捷運的西門六號站那邊 起家的 那當時你要知道 在一九四六年那個時候 其實剛脫離了日本統治 那時候的台灣人 甚至還吃不到一個 比較正宗的日式料理 於是第一代目的老闆就開始想 怎麼樣研發一個 台灣人也吃得到的 正宗日本料理呢 於是他就像武俠小說裡面的 主角一樣 自己慢慢的摸索打罐 創造出了這一個 風格非常的日式 但是口味卻很台的 台日混血的台式日本料理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推薦一個什麼 老饕必點 老闆 我要來一個 老饕必點的握壽司了 好 拿到了 好 拿到了 超豐盛的 頭水是不是都要流出來了 你知道為什麼 我一定要點握壽司嗎 你可以看到中間的地方 有沒有 老闆這裡還會 老闆 為什麼中間 還會有多一片 撒西米 我們跟客人之間的互動 說實在理 有的時候比朋友還要像朋友 所以那時候 從我爺爺那個時代的時候 上面就會多放一塊 這一塊 對 這個就像撒米斯一樣 傳承三代的真心 就是要讓客人吃得好 所以這握壽司上面的生魚片 是比外面的店家大上一倍 住處用料不手軟 還額外再奉送一片生魚片 你看看 依信吃得讚不絕口的模樣 這肯定是無什麼佩服的 台灣人喜歡的味道 所以他們比較喜歡有一點 芥末的嗆辣的味道 對 那當然我們再加上 我們的蜜船醬汁 是個黃金比例的組合 所以我剛好聽到 老闆講到一個重點 蜜船醬汁 因為來到這邊 你光吃到這個醬油的味道 也是別的地方吃不到的口味 沒錯 瞧瞧這蜜船醬汁 霧黑透亮 祖傳三代的甘醇味美 都濃縮在這一甕裡面 只是啊 主廚 為什麼要把醬汁 是直接刷在魚肉上 而不是讓客人沾取呢 我們那個時候其實走的是 比較關西風的 關西風的臥壽司 他們比較會在上面 直接塗一點醬汁 就是那個醬汁 可是到了東京的時候 他們所謂的那種 江戶前壽司的時候 他們就改變了 這邊東京人那邊就改變了 飲食習慣 對 他們都分開了 來 休息 到時候 留學日本的主廚 其實就是第三代的老闆張立仁 為了讓不敢完全吃生食的客人 換換口味 主廚拿手的炙燒焦糖鮭魚肚 臥壽司 就是將表面的焦糖 烤得脆脆的 搭上自製的美乃滋 覆蓋在鮭魚肚豐富的油脂上 配上壽司米的多層次口感膠汁 堪稱絕配 而另外一道招牌菜 海鮮木瓜粥 也挑逗著食客的味蕾 破飯的新鮮木瓜妹 有滿滿的海鮮 加上起司焗烤 海味搭上水果鮮甜 是讓人讚嘆的好味道 而店裡的排骨飯也是一絕 醃漬後再滷的排骨 軟嫩而且散發著誘人的香氣 牙口不好的長輩也能一口咬下 張立仁以照顧客人的心為出發點 所以妳現在該不會是餓了吧 沒有 我今天下單裡面去吃的是 小小小小小點心 脆的麻糬有沒有吃過 麻糬哪有脆的 麻糬不都軟綿綿的嗎 有沒有看到這個紅色燈籠 乳味嗎 這是麻糬了 這就是我今天要帶大家來吃的 厲害小點心 很香吧 嗨 老闆好 遠遠就聞到米香了 而且好療癒喔 光是這個外觀 我就給它90分了 滿滿的 沒有在跟你手軟的 真的是煉乳的 老闆 你給煉乳不手軟 你看它整個倒下去 這個花生粉嗎 好壞喔 老闆 這整個花生粉撒下去 就像一座山一樣 好啦 趕快 要趁這個就是要趁熱吃 怡婷自信滿滿 果然沒有漏氣啦 不行 太燙了 好幸福喔 好燙喔 它的表皮是酥脆的 是這個煉乳口味啊 剛剛老闆家滿滿的煉乳 但是我咬下去 不會有那種很膩口的感覺 會想要一口接著一口吃下去 而且我跟你講 我這個花生粉更是經典 因為花生粉它本身就有一點 軟軟軟軟軟的感覺 然後配上它的酥脆外皮 跟你講 真的是一屑 因為你是炒飯池嗎 是不是很誘人 可別小看這一個小小的攤子 它在西門町啊 已經屹立不搖超過20年 不少常客常忍不住 一拿到手就立馬品嘗 一口咬下去 每一口啊 都是滿滿的糯米香 外脆 內軟 加上酒中口味的鹹甜醬汁 任君挑選 難怪啊成為 怡婷推薦的小點心 軟軟的 然後有嚼勁 還不錯 而且加電乳很好吃 花生粉味道很香 很濃的 我咬下去直接噴出來 口感很Q彈 很甜 很搭麻糬很好吃 有沒有戀愛的感覺 有... 竹毛很甜 剛剛麻糬吃完 現在要來體驗烤麻糬了 好 老闆我這架式還OK吧 可以 老闆我發現你這個滿燙的耶 因為我剛才看到你整個放在這邊 就行 我只能在這邊而已 對 老闆你有鐵沙場喔 對 烤久了就不會...不會燙了 抬上一分鐘 抬下十年功 怡婷啊 你看看老闆 手指頭上滿滿的剪 這就是一天最多可以烤上 一千五百支的印證喔 什麼 你還是想證明一下自己的烤工嗎 那...那麼你就試試好了 好 這就是我人生第一次烤麻糬 不知道賣不賣出去 小姐 你是來買烤麻糬的嗎 對啊 那你要買這個大獅做的 還是我這個小十妹做的 這是巧克力口味的喔 對啊 巧克力可以啊 可以嗎 小十妹... 小十妹比較漂亮 這個客人怎麼還沒吃嘴就這麼甜呢 那到底怡婷的手藝如何呢 口感怎麼樣 好吃嗎 你真的人好好喔 好善良喔 不只媽媽吃得開心 小女兒一咬下也馬上露出了笑容 這可就不會騙人了 但是怡婷啊 你可別忘了 你還有疑心這一關要過 這個海苔粉要多還少 要多 你要多嗎 好 多海苔 那我給你做海苔篩 太多了 那是不是就給那麼多 如果客人要這麼多 基本上沒有那麼多 因為海苔只是太遠少了 好 沒關係啦 你出塞了 你這個是特別的 來 叫燒醬真的很有日本味耶 沒有 它就是那種甜甜的 然後加上海苔粉 就是很日本風味 真的有讓我一秒鐘 回到日本的感覺 而且它的麻糬皮是酥脆的 你炒得很好 今天的西門町懷舊之旅 就在小小的點心中色違 提醒大家喔 別忘了上我們的YouTube 跟Podcast訂閱及分享 咱們下次見 好驚恐的樣子 這個是我做的卡牌 好緊張喔 所以老闆剛剛給我100分 然後應該也說好吃嘛 對不對 那老闆有沒有缺功讀生 我應該沒問題了吧 手要受得了 我可以帶 我先回去念那個鐵沙掌 怎麼有一項叫做隨便 什麼叫做隨便 就是有 女孩子很容易有挑選障礙 對 隨便帶 拎著兩包上來 在這邊就沒有人關 然後還可以在包廂霸靈的嗎 好貼心喔 而且像報紙上面會有學小戲院的 那個